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用一把金针菇搭配两个西湖式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首先准备一把金针菇去掉根部 然后再撕成小朵 再准备一瓶清水,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化开食盐 然后把金针菇放进来,浸泡10分钟 再准备两个西红柿去掉地 然后用叉子擦住 放在米气罩上,用小火烤一下,这样方便去皮 随着温度的升高,西红柿的皮已经爆裂开了 这样西红柿的皮轻轻一煎就掉了 在对半切开 去掉地 然后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丁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大蒜 拍碎 切成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猪瘦肉 先切片 再切成肉丁 再切成肉丁 然后切成肉丁 最后再剁成肉末 剁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金针菇也浸泡好了 给它清洗干净 用水捞出 锅中烧水 水开后加入烧食盐 把金针菇倒进来焯水 焯至断生 金针菇里面含有秋水碱成分 这种成分含有一些刺激性 所以要把金针菇完全的煮熟备用 大约需要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控水捞出 然后摆入盘中 全部摆好后锅中烧油 油热下入肉末 把肉末炒散 炒至变色 再把蒜末加进来 炒出蒜香味 然后再把西红柿倒进来 翻炒均匀 现在再来调一下味儿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蚝油 生抽 翻炒均匀 把西红柿炒软 炒出汁水 再加入一碗清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转中火煮三分钟 让西红柿和肉香味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再冷上一些水淀粉 勾一下薄芡 大火烧至粘稠 烧火 再浇在金针菇上面 这样金针菇会更好的入味儿 再撒上写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这样美味的金针菇西红柿做好了 西红柿酸甜可口 搭配上金针菇 营养又美味 夏天炎热 没有胃口 来上一盘开胃又下饭 而且做法简单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